我们必须处理教育质素 和教育在多年来在系统上 在制度上出现了的问题 而这个通识科 自从十年前推出以来 一直都是争议不断 近日因为见到社会的纷争 和这么多的中小学生 是违法违规而被拘捕 更加令人担心 我们在教育、在学校、在课堂里面 其实学生是接受什么教育 我不是说将所有的问题 放在通识科 但这个通识科 毕竟是引起了社会很大的争议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通识教育 进行一定的改革 改革的目标 已经在师兄报告那里讲了 希望这个科目能够重新 成为学生建立稳固的知识基础 联系不同学科的知识 培养明辨神思的能力 以理性分析当代领域的课题 学习有关国家的发展